- 朝鲜中日举行盛大国庆游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连巴两推,感谢朝鲜最高领导人金周恩,盛战这一没有核弹到导弹的游行, 但是天知道,在美朝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差那么一点点,特朗普就用一条推特,让美朝战争一触即发,当地时间9月9日早晨, 刚带着新书恐惧,引发美国政坛骚动的水门事件记者伍德沃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电视专访, 他在专访中谈论他的新书,也看到了特朗普曾经为发出去的一条疯狂推特, 吓坏了美国国防部,伍德沃德接受采访,根据伍德沃德的说法, 美国每年支付35亿美元在韩国部署军队,作为对朝鲜的第一道防线, 特朗普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 让我们把他们都带回家吧,在另一次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明确地告诉特朗普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特朗普的脑子一直被这个念头缠绕着, 心心念念想要这些美军回家,在美朝关系最紧张的时刻,特朗普曾拟了一条推特, 要求驻喊美军的家属全部撤回美国,当时,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们都被吓坏了, 伍德沃德说,在这一刻,国防部非常恐慌,他们在想, 我的上帝,根据我们拥有的可靠信息,朝鲜会立刻判定,这是美军即将发起攻击他们的信号, 不过还好,谢天谢地,特朗普最终没有发出这条推特, 伍德沃德说,你看看白宫的运作,你不得不起求上帝,希望不要发生危机, 其实,朝鲜本就主张发表中战宣言,是实现半岛和平的第一步, 今年美朝关系改善以来,朝鲜端促美方,就此采取实际举措, 但是,美方认为现阶段谈论中战宣言本时尚早,这是双方一直存在的分歧, 据新华社8月29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员诺尔特当天表示,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因先于中战宣言发表, 伍德沃德的新书恐惧明天,11日就要发售了, 这几天,这本书和纽约时报的一名文章一起, 讲的白宫不得安宁,在观察者网此前对该书的报道中就曾提过, 伍德沃德在书中远远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博斯的话, 将总统卧室套房描述为魔鬼作报, The Devil's Workshop, 今晨或是周末,特朗普都会在这里发一些帮奏的推特, 实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